第八课 聪明的小熊 要一天 偷渴的乌鸦 为了要喝瓶子里的水 想处理着喝的水的好方法 生命里的热物 有人知道了 都说乌鸦身是聪明 要一日假扬到外地旅行 知道了中午 他又热又口 想要走水后 中早西早 他看到一个 装有半瓶嘴的小瓶子 小小马上找了许多小石头 放进瓶子里 开心地看着瓶子里 那声音越生越热 如果把小马看见小小的动作 好奇地问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小小小说 难道你忘了 无药 无药 无事 那无药 假若公明啊 他若是一绝就会了 他想要向着我 请人通明 但是下一位 但是你为什么不难替瓶子喝水呢 掌声鼓励 好不错 进步很多了 好等一下我们来看影片 大家觉得谁跟得很好 声音够大 所以可以加点 好 好